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用力一點 磕聲一點 今天來這邊聽到大家的簡報 我非常感動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雖然很多字 最重要抓 我覺得最重要的幾個字是什麼 青年返鄉 另外一個農村再生 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因為沒有青年返鄉 農村要再生 也會增加很多難度了 所以把兩個觀念結合起來 我想我們農村的火力就出來 也會吸引更多的這些 其他地區的人來這邊參觀 住宿 休閒 提供很好的一些大家互動的機會 那最近的理事長講的那些事 這一點就是我們馬委員常常關心的 所以我建議農委會其實可以做一樣的事情 針對農村特性 要找一些外面的勞工來 要怎麼樣的規劃 什麼樣的合配原則 做個規劃以後 再跟老委會商量 但是中間有幾點就去 我們還是要讓台灣的年輕人要回農村的話 不要妨害他這個機會 在這個規劃 原則上來設計一下 我覺得是可以的 設計好了 我們就來找農委會 我想今天因為時間非常緊迫 我們還有其他安排 但是我非常高興來這裡 聽到大家很多的建言 我想把它記下來 那我有誠誠的感受 我們回去會在馬委員督導之下 繼續來努力 謝謝大家 謝謝